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5月19号 美国正式对5名中共军方人员提出控诉 指控他们对美国的核电厂 钢铁公司 还有太阳能公司等进行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 宣布了起诉的决定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以对美国公司犯有黑客攻击罪行 来对外国政府的雇员提出刑事诉讼 起诉公布之后 相关中共官员将成为国际间被缉拿的对象 那么这5名中共军方人员都是中共61398部队第三支队的成员 他们分别是孙凯良 黄振宇 文新宇 王东 以及顾春辉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网站已经公布了这5名中共军方人员的名单 还有照片 持续了几天的越南反华示威已经接近平息了 我们看中共当局在局势危机的时候反应冷淡 却在试探建区平稳的时候 加紧撤离在越南的华侨 这引起了舆论的批评 同时越南的反华示威对在越华人所造成的伤害 也引起了中国公民的暴力还击 GCO亚洲电台的报道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平祥市普寨贸易区 有越南人开设的店铺被人放火 多个店铺被完全的焚毁 有网友就对记者表示 由于越南人打死了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公民 因而不排除有人借着放火来泄愤 不过 浦寨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否认有人报复纵火的说法 另外 两名在缅甸开发铜矿项目的中国员工 5月18号遭到了当地活动人士的绑架 绑架者的目的就是要制止中国矿业公司在当地开采铜矿 缅甸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的发言人在19号向英国路透社透露 两名来自中国的承包商以及一名缅甸同事18号被绑架 但是那位缅甸人当天就被释放了 万宝矿产有限公司是隶属于中国军火制造商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绑架者声称 如果中国矿业公司不立即停止作业 那么这两名员工很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据报道 铜矿距离缅甸中部主要城市 万德勒以西大约是100公里 当地的居民曾经多次举行示威抗议来反对这个项目 居民们表示 为了铜矿的扩张 数千英亩的土地被非法没收了 而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临近 中共当局抓捕活动人士的行动 也是持续的扩大 继维权律师唐精灵 普志强等多人遭到刑拘之后 5月17号到19号 武汉民主党成员秦永敏夫妇 沈阳维权人士孙海洋 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等人 也相继失踪或者是被公安人员带走 他们的朋友相信这些人被抓和六四临近有关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来